歡迎加入1800新聞1.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宜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持續在這一節呢 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討論新聞時事 今天新聞首先 我們先來關心一巴衝突的最新消息 我們知道以色列進攻加薩之後 哈馬斯的地道一直是他們想要突破的重點 現在他們發現了哈馬斯的新的地道 這個長達4公里 而且深入地底55公尺 寬度跟高度都達到3公尺 甚至足以讓一台小型的車輛通過的地道 而這地道也是以色列進攻加薩之後 發現規模最大的哈馬斯地道 而且在裡面呢 通風還有發電的設施一應俱全 哈馬斯領導人辛瓦的兄弟 莫罕默德坐車行巾的 看起來像是公路隧道 但實際大有文章 這條地道其實是以色列至今為止 發現規模最大的哈馬斯地道 以色列軍方還帶著國際媒體 記者一探究竟 進入這條金屬桶狀的入口 攻堅達到三個人並肩 綽綽有餘 圓形結構的地道最高 跟最寬處都有三公尺 足以容納一輛小型車輛通過 地道施車往下山入地底50公尺 整個網狀系統四公里長 入口處是1.5公尺厚的金屬 內部是鋼筋混凝土結構 通風排水電力設施一應俱全 儘管發現重要地道 以色列還是相信這只是哈馬斯 耗資上百萬美元打造的系統中的 冰山一角 以色列又發現哈馬斯的地道入口 就藏在無辜百姓家中的嬰兒房 還在另外一棟建築物裡發現 寫在白布上的斗大SOS求救標語 懷疑這裡就是關押三名仁治的處所 但是他們後來不幸被乙軍物籍身亡 題為前送不到 來看到北韓已經連續兩天試射飛彈 最新時間呢就是在台灣時間 今天早上7點24分 又朝著東海試射了長城的飛彈 而且這一次的飛彈呢 它飛行時間長達了73分鐘 所以日本的防衛省就推估 有可能這個飛彈是所謂的 火星18洲際彈道飛彈 這個射程甚至可以涵蓋整個美國的本土 北韓又在蠢蠢欲動 12月17、18日連兩天試射 而且在18日發射的 韓伊斯是北韓最新型武器 火星18洲際彈道飛彈 大部分大部分 在北韓上大部分 在日後8時24分 北韓一前4時4分 東海上發射一場 長距離探土米作物 一度後第一次發射 海域審視 12月17号晚间10点38分 就朝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飞弹 等于是不到12个小时连续试射 北韩在今年4月和7月中都曾试射火星18 当时官媒还形容为战略核心武器 而这次如此密集的试射 很可能就是因为美军的核潜舰密苏里号 美军攻击型核潜舰密苏里号 本来是因为北韩可能试射ICBM停靠釜山基地 如今真的试射 美日韩三方高度警戒并表示会持续加强和威慑能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南韩的人川 有一间18层楼高的酒店 它的机车停车场机械停车场突然失火 所以也让整栋大楼瞬间成了火柱 有房客受困甚至直接开窗挥布求救 也有人逃往顶楼而且冒险地从这个顶楼 跳往隔壁的大楼希望可以逃生 目前一共造成了54人的轻重伤 而且包括了8名的外籍人士 索性当中没有台湾人 充电火光吞噬整栋大楼 南韩仁川市中心这家18层楼高的酒店 机械式停车场 周日晚间陷入火海 当时房客案员工 公共150人仓皇逃生 民众困在房里只能打开窗 挥布求救 这间火势迅速扩大 将整栋楼瞬间烧成火柱 还有目击者看到受困民众等不到救援 干脆爬上饭店屋顶 最后不得已往隔壁洞大楼顶楼跳 当局出动130辆消防车 一个半小时后才将火事扑面 一共造成54人 轻重伤 其中包括8名外籍人士 消防人员表示火势迅速蔓延 可能和停车场被销毁的车辆有关 至于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TVBS新闻 正好报道 另外来看到同样也是在南韩 他们受到了寒流的袭击 南韩首尔的体感温度 现在降到了零下18度 而且季州岛还因为刮了强风 造成有将近百班的航班 延误或者是取消 而且天气非常的冷 甚至连高铁的车窗都破裂了 还好车上788人都平安 都怪这波袭击东北亚的 寒流威力太强 首尔最低温 设施零下12.4度 南韩大部分地区都在冰点之下 还伴随强风打乱空中交通 继州岛机场发布风切警告 180个航班不是取消就是延误 旅客也只能挤在机场 苦等天气好转 同样是机场停摆 南韩球澳洲遭遇风暴侵袭 大宝礁门户凯恩斯机场淹水 泡在水里的不止飞机 还有不速之客 真是吓死人 一只鳄鱼的鼻子就露出水面 搭洪水便车来逛大街 幸好2.8公尺长的鳄鱼 在挣扎之后被众人合力制服 解除了危机 只是澳洲沿岸在40小时内降下600毫米的雨量 是12月均雨量的三倍 多地水淹到半个车身 交通中断让大宝礁的旅游旺季跑了汤 好我们要先谢谢观众朋友GCUP 心仪后援会的会场 斗内给我们150块 她说她是每天被我可爱暴击的当事人 她说要替心仪这么可爱又sweet的主播成立专属的后援会 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她说她也宣布这个GCUP新仪后援会成立 也叫我不要偷偷省略不念 那我们也谢谢会长的斗内 谢谢你成立的后援会 好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一个南韩 温度非常的低 很多这个他们的民众都受到这个寒风所苦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今天现在呢 中国大陆又有一波新的大陆冷气团南下 所以今天中午观察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资深特派记者 陈尚如来到现场帮我们分析 尚如姐好 心仪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这个在尚如节帮我们强这个分析之前 我们要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呢 他们受到这个寒流的侵袭降温非常明显 尤其是在广东 甚至有所谓的一夜入冬的感觉 在16号广东最低温测到-3度 而且凌晨还下雪了 在12月17号的时候 我们来看到有30个国家级气象站 都刷新了12月的低温记录 还有5个侧站都创下了历史的低温 而且这个寒流才刚走 接着紧接着今天又有新的一波来了 在18号到20号还会再度的降温 部分的地区还会再降4到8度 辽宁局部也会降10度以上 我们想要请教向尚如姐 因为其实台湾也感受到这个寒意了嘛 接下来几天又要更冷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这边的冷度 是我们现在比较难以想象的 那想要请教他们因为太冷 用电量是不是也非常的吃急 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些民生的生活呢 会喔 你看喔 就像刚刚的时候呢 欣一你说的 大家想上一上 你觉得说西藏的拉萨比较冷 还是广东的广州比较冷呢 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 其实是拉萨比较暖喔 真的吗 真的你知道吗 他们就讲到说啊 就是17号 也是在昨天的时候下午2点多左右 你知道吗 拉萨的话呢 是多少度啊 14.9度 但是呢广州竟然才只有8.1度耶 就是为什么呢 他们都讲说哇 这一波呢真的是王榨级的寒流喔 那就像刚刚的时候呢 你说的 其实呢有很多的经济的设施呢 都会受到了影响 包括了像你刚刚说的 在南方的话呢 你说像广州 它会有很多的养殖业啊 它也会有畜牧业 然后它还会有物流业喔 再来的话呢 就是观光景区 很多人会到北方那边去赏雪 对不对 但重点是你南方的话 譬如说像广州的话呢 就算有人会去赏雪 但是问题是很多的景区 它是冷 但是雪还没有到达那么大的时候 那它就没有人想要到户外去 所以的话呢 景区的观光呢 也会受到的影响 好那你说北方的话呢 首先它的温室蔬菜 你要阵防的是被大雪压垮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你温室蔬菜里面的供暖 你的电力呢 就必须要足够 那这成本就会增加 再来的话呢 就是北方的道路运输 成本也会增加 还有电力的维护跟维修 如果这些的话呢 统统都要非常的注意 是没错 那我们来看到 其实呢 我们刚刚讲到广东这里 真的感觉有一种一夜入冬的感觉 而且其实就像刚刚向如姐讲的 很多民生的生活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山东的烟台 民众就非常的有感 因为最近的暴雪呢 让民众有一种一开门 就感觉好像瞬间 平移到西伯利亚的感觉 大陆山东烟台迎来大雪 部分地区甚至达到暴雪等级 雪深达三十九公分 当地民众苦笑 开门的瞬间 有种一秒平移到西伯利亚的feel 市外的场景震撼度 超过电影流浪地球 不少人和车受困在路上 车辆三小时只能前进两百公尺 一个个大雪堆 其实是被雪覆盖的车辆 山东危海的民众 出门找车就像开盲盒 能相信这下面是我的车吗 这下面是我的车 暴雪天 出门找爱车不容易 首先得穿过了雪深即溪 被雪淹没了道路 找到车辆后 再用铲子清除了一条道路 避免隔天又找不到爱车在哪 深知寒冬下车辆受困的苦 也有山东的民众 从白天到黑夜参与道路救援 四台车 五个人 每一套一个车 外地的司机全部 我们买半个都吃 今天救了二百多台 小车能有一百四五十台吧 然后大车五十多台 大雪出游也是有风险 浙江湖中一景区的缆车 突然停驶 乘客受困在空中 缆车内都结霜了 幸好最后顺利脱困 高山风力变大了 然后那个缆车在大风力的运行 然后危险技术高 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 景区采取了常规的那个措施 就是暂停运行了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镜头转到山西横曲线 暴雪导致了电力故障 工人冒险上山 顶着零下二十度的低温和大风 经过了连续抢修三天 终于恢复电力运作 灯亮了刹那 民众发出了欢呼声 TVB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好我们刚刚讲到说 现在在今天又会有一波新的冷空气南下 对于大陆呢 又会感觉到明显的降温 我们来看到 但是其实先前呢 前一波就已经造成一些灾情了 在12月14号的时候 北京也因为下雪 所以铁轨太滑 导致刹车失灵 地铁列车直接追撞 也造成了102人骨折 而当然接下来又有新的一波寒流要来 他们现在的国家防灾委员会 就要求一定要做好应对的措施 包括安全畅通 还有宫电民生 这些都要非常的稳定 而且也要全力的监测预报 当然了提前要设置扫雪除冰的设备 这一些呢 都是可以加强这一些 我们讲到了民生的需求 还有刚刚希望 不希望刚刚上地铁追撞的事情 再度的发生 那我们想要来请教向如姐 因为其实中国大陆这个北京这里 刚刚看到这个有地铁追撞的地方 相对来说他们比较北边 所以下水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说应该要是 司空见惯非常习惯的状况 但是今年的雪是真的有下的特别大吗 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 或者是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特别的商机呢 好我们先讲一下特别的状况 那就是你知道吗 大陆他现在的话呢 就是暴雪 然后寒潮跟大风呢 三剑齐下的情况底下 很多地方的气温呢 他们是俯冲式的下降 所以的话呢 第一你的供暖跟供电 他就非常考验你的那个供应 就是能源供应的能力 还有再来的话 你知道吗 大陆30个气象站的话呢 他们其实已经刷新了 历年来12月的低温记录 其中的话呢 还有5个气象站 他们其实是创下了历史的低温记录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这一波的寒流是真的威力很猛 好 那么其实呢在这一次当中的话呢 大陆的国家能源局呢 他们就说了 最近的时候呢 截至到13号 全大陆的境内的电力负荷呢 已经有两次创下的历史高峰 也就是他们的电力负载呢 非常的大 后续的话呢 可能还会再继续突破了记录 因为呢 用电的负荷量跟去年的同期 相比起来增加了1亿千瓦 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好那除了之前的时候说的养殖业 榆木业 还有物流业的话 你煤炭量的供应呢 现在的话呢 全大陆有就采取高位 而且呢要进口固定的进口 稳定的煤炭量 好那刚刚的时候呢 还有提到的商劲 你知道吗 最近的时候呢 北京故宫呢 满街都是格格 不是格格 就是王菲 大家都想要装扮得非常漂亮 去那里跟大雪拍照 没错没错 而且你知道吗 整个故宫的话呢不是粉嫩的黄色 粉嫩的橘色 再不然的话呢就是粉红色 再不然的话呢就是那一种单红色 然后你知道啊 像这一些颜色呢 你趁着矮矮白雪的话呢 其实怎么拍就是怎么美 对 所以的话呢 他们就说啊 其实呢 人不用长得很美 但是背景美就好了 还有很多的美美 你知道有一次的时候 也就是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呢 我在坐火车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前面那个美美 她呢就开始划她的照片 然后你知道吗 她是到了北方 然后呢去拍下雪的美景照 对 所以其实呢 这就是很大的一波商机 是的确哦 因为这个下大雪对有些人来说 像可能他们中国大陆南方的人来说 好像比较不是这么常见的 所以可以分享这些大雪的照片 也许也是另一波商机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向如姐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帮我们进行分析 谢谢向如姐 谢谢心意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讲到天气冷哦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 这几天你家里面开始开暖气了吗 大陆最近这个受到大暴雪还有降温的影响 很多的人使用电热毯还有电暖气 但是因为使用不到 所以也造成了灾害频传哦 我们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你使用电暖气或是电热毯这一些电气的话 必须要和所有易燃物一定要保持一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陕西一户人家因为人出门 忘了关电热毯引发火灾 而且火势蔓延迅速 消防人员将火扑灭后 画面中可见 该居民家的卧室早已复制一具 天气冷不少民众喜爱用电暖气取暖 却忽略了它的危险性 大陆消防局亲自做了一系列的实验 首先将打火机 发胶瓶或者是化妆的瓶瓶罐罐 以及一件衣物放在电暖气前 首先发生爆炸的是打火机 高温炙烤下 打火机受热膨胀 发生爆炸并弹开 空气中弥漫了刺鼻的气味 紧接着在17分钟时 发胶瓶或化妆瓶罐开始溶解变形 大陆消防员在模拟民众最喜欢的 用电暖气烘烤棉被 情况更危险 其实一般家用的电暖气 通电仅需一分钟 电暖气的表面温度已经达到200度 里面的电热室则达到了500度以上 如此高温一旦靠近可燃物就容易引发火灾 因此提醒您电暖气要和家具衣物保持一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睡觉时也不能将它面朝床边避免意外发生 TVB新闻叶俊宏 陈向录综合报道 好很多观众朋友都有分享说 像会长也说他已经开始开暖气了 X-PAN跟斐文安则是认为还不用开 不知道大家觉得几度才是适合开暖气的温度呢 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另外我们来看到大家还记得吗 10月底的时候青岛啤酒被踢爆 有工人在原料仓小便的丑闻 当时市值就蒸发了372亿元的人民币 那事件爆发一个多月之后呢 我们TVBS的记者也实际到青岛来追踪现在事件发生的最新发展 很多青岛的民众都说 虽然说本地的人相信自家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还是很多观光客或者是外地人来青岛玩的好朋友 还是会提起这个小便丑闻 当然在选购的时候也多了一层疑虑 12月走进青岛海产店 几乎每桌都可以看到 顾客清一色选择都是青岛啤酒 对于一个多月前 酒厂爆发的小便丑闻 住在青岛已经十多年的荷兰籍商人说 自己并不担心产品有问题 10月底一名工人在青岛啤酒三场原料仓小便的画面曝光 震惊国际 青岛啤酒股价大跌市值蒸发372亿台币 南韩进口大陆啤酒也比前一年同期骤减42.6% 青岛人对自家品牌有信心 但身边许多外地来的亲友游客 的确在选购啤酒时会多一层顾虑 一开始是好奇这个事情的这个真伪嘛 对吧 然后其次就会说会不会影响这个就是说产品 但实际这个事是不会的 因为非常非常非常小 这是四场然后还有二场还有一场 那是三场三场基本上我们这边很少喝的 不同系列的青岛啤酒生产厂房都不一样 当地人普遍认为一场和二场的啤酒品质比较好 路边可以用塑胶袋装的散装啤酒多半来自四场 青岛啤酒公司一年营收超过了三百亿人民币 除了销售啤酒以外还经营了这座啤酒博物馆 青岛啤酒博物馆解说员卖力介绍啤酒产制过程 非旅游忘记也能看到欧美面孔的访客 馆内也贩售许多文创商品面向年轻族群 丑闻爆发后青皮除了提出强化人员训练 成立调查小组原料运输工具改为封闭车辆 以及对封存麦芽进行无害化处理四大改善措施外 也搭配宣传多管旗下 判挽回消费者信心 TVBS新闻程序林敏珍青岛采访报道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案件 在今天开庭审理 而香港政府为了防止有抗疫的人士 所以他们也在锡九龙的法院外面重兵的戒备 不仅是香港国安处的处长 还有总警司都亲自坐证在法院之外 还出动了剑齿虎装甲车 就是要防止暴动 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 18号上午七点多 在反恐特勤队等港警的押送下 进入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 只见港警早已在法院外高度戒备 还有多辆警车及剑齿虎装甲车 该车能装设催泪炮 升降照明灯 升坡驱逐器等 肯迅速驱散人群 另外附近还有反恐特勤队等持枪戒备 以及防暴犬巡逻 警员们都穿上了防刺战术背心 而港警的国安处处长江学理 总警司李贵华也在场 现场还有持英国国旗 深远黎智英的民众遭到港警驱离 而前香港民主党的主席刘慧清 也在上午九点进入了西九龙法院 此次李贵英总共被控三项罪名 包括两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以向串谋刊印发布邀约发售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 该案由三名国安法的指定法官审理 审理过程预计80天 案件今早10点开审前 已经有不少传媒的代表通宵排队轮后记者席 也都有外国驻港机构派代表到场旁听 由于过去有很多自称旁听者影响了法庭程序 因此港警和司法机构协调 所有的访客包括旁听人士及律师 在进入法院前都要经过检查 而美国的国务院则敦促港府立即释放黎智英 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 TVB新闻叶俊宏陈向如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心政治消息 接近选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炮火也非常的猛烈 民进党新北市党团就批评了 这个温仔俊是重划是新北市政府徒利建商 说他们宁愿卖地给财团 也不愿意拿来盖公宅 对此呢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就澄清 他说负责处理市地重划的公务员 才刚被蔡总统公开表扬贡献而已 但是我们知道同一时间呢 时代力量在今天也开了记者会 他们揭露在2018年还有2022年 也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选市长的期间呢 当中这个养德集团旗下就有在特定日期 以每人捐赠10万元的方式 总共50名员工来给侯友宜所谓的政治现金 而且总金额呢高达了1100万元 但是侯友宜这里也驳斥了步伐 侯友宜强调呢一切都是符合规定可供检验 时代力量地委大动作指控仰德集团两次选举捐款 给侯友宜1100万 是用旗下员工当人头 密密麻麻资料不只有完整姓名公司 职位金额很清楚 时代力量指控仰德多家子公司内中高阶主管 每人都捐金额上限10万元 哪有这么巧 两次都在同一期间内 质疑这捐款根本是有计划 对此仰德集团结稿前尚无回应 而侯友宜也答得冷淡 或许近期侯康有赶上趋势 对手开始高规检视 侯友宜常挂嘴边的温宰骏政绩 被说是对建商图利 侯友宜他宁可卖地给财团 却不愿意把地划出来做公宅 路红近400公顷土地 侯友宜宜宁可拿去卖财团 只留1.8公顷盖设宅 我们在近的四地筹划 整整天前才得到蔡总统颁奖的 杰出公务人员贡献奖 未来会超过来百质2.6倍的信誉计划期 侯友宜反批 你家总统都已说这是好政绩 如果以行政院说百分之五的这个土地的话 至少可以盖出两万户的公宅 被认证过假消息的发言人又来混淆视听了 国宅却目前也还在重化工程的阶段 何来该党所谓的卖地之说 看来以往任何政绩只要到了选战期 都可能变成对手攻防重点之一 第二次问你国政绩于台北上不倒 好要问问观众朋友觉得今年六月上路的交通违规新智怎么样呢 你们觉得有抱怨或者是觉得还不错的地方吗 因为现在呢违规不只要罚钱还要祭奠 如果你被祭满12点的话就要调扣驾照两个月 当然影响最大的就是职业驾驶 所以也非常多人在抱怨 我们来看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也有讲到 他说交通这个违规祭奠的确是有申请民怨的 因为他有涉及重复处罚的问题 因为一项违规要罚钱又要祭奠 这叫做重复处罚 的确该检讨的话就要检讨 那交通部长王国才怎么说呢 他回应会依照副总统赖清德的建议 持续的来检讨改善 职业驾驶无奈就算再气也没用 因为交通新法让他们载客狂被检举 白让计程车集结凯道抗议 这反弹力道大道 民进党总统候选赖清德都忍不住说重话 点名自家人要检讨 赖清德提出根本问题在于重复处罚 罚钱还被祭奠这怎么行 而近满12点就要被调扣驾照 两个月不能开车也违反宪法保障的工作权 他说这些声音总统跟行政院也都听到了 该检讨就要检讨 日前城上开到亲自拆弹 赖清德展现解决交通问题的魄力 现在更下令要检讨祭奠制 交通部长王国才也回应 将依照赖清德的建议持续检讨 毕竟就连自家立委也看不下去 这民怨声似乎真的无法平息 洪佑直说一开始就是执政党倒行逆施 这些检举制度扣点制度就是你们搞的 现在要选举才说要检讨真是一大笑话 现在交通心智有一些抱怨 甚至有一些民怨产生 我认为不好的政策就应该听取民意 来进行检讨这是有其必要性的 大选到民意终于能直达天厅 只希望这转弯速度不是只有选前限定 TVB新闻里明昏年轩台北长报告 好刚刚有问大家这个交通祭典觉得怎么样 像威雷雪他就说季满12点 直接放两个月暑假 David则是认为说配套要做好 祭典是可以的 因为欧洲也是在祭典 Lucas则认为这个祭典也让现在开车都怕怕的 的确这个祭典其实引来非常多的民怨 也许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另外我们来看到选战倒数不到一个月 民众党现在可以说是火力全开 他们民众党部分区立委提名人黄国昌 现在可以说是左呛正文燦 独害桃源右批民进党是绿电蟑螂 我们知道总统蔡英文呢 他昨天在台南浮选的时候 他就有讲在野党不要看到绿电就抹黑 那么黄国昌怎么说呢 他今天开记者会的时候 他直接讲民进党是绿电蟑螂 认为民进党假借发展绿电 把政治黑手深入 还说监察院有什么用吗 而另外黄国昌也在脸书发文 说这个右近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吴有信呢 他非法乱到废弃物 现在遭到桃源地检署起诉 而且甚至他也说 这个吴有信其实是郑文燦背后的金主 认为他打着郑文燦的招牌 其实是在毒害桃源 那么郑文燦怎么说呢 他说其实这个吴有信 过去有给他100万的政治现金 但是他早就主动退回 他没有收这个政治现金 所以让黄国昌跟这个郑文燦 两个人连夜在脸书上比赞 暗时开会只是前一晚 郑文燦可是跟黄国昌连夜比赞 吴有信也是民进党的大金主 吴有信说什么 我跟桃源市长很熟啦 吴有信日前被桃源地检署求储 15年重刑 因为过去6年非法乱到 有害事业废弃物高达675吨 不法获利超过1.5亿元 黄国昌17日控诉郑文燦 放任装缴毒害桃源 郑文燦则反击 说任内已列管无有信的 右近科技公司 2021年开始追查不法 今年遭起诉 黄国昌则虽然两年前 早就查获市政 怎么拖到郑文燦下台后才开罚 郑文燦于是搬出市长任内 右近科技总共被裁罚18次 追加发文说 2022年11月市长任内 环保局就认定违法需裁罚 之后花时间是走完行政程序 只是黄国昌故意误导 可以抹黑黄国昌则酸 以后郑文燦就叫正在说话 你办得这么认真 奇怪了 怎么有毒费信物的裁罚 一次都没有 只是在蹭声量的方式 爆料其实一大部分 都是为了选举的操作 2018年郑文燦选的时候 那无有信一口气先丢100万 后来发现个人权不能够收100万 才赶快再退回给他 郑文燦则贴出监察院截图 说自己马上主动退还 难道也算金主 事情成了罗生门 但吵得还有这件事 郑文燦解释去年辅选至词 不代表为每个上台的人行为背书 算黄国昌曾和颜宽恒同台 难道也帮颜家背书吗 黄国昌则指蔡英文 林家龙 蔡启昌都曾跟颜宽恒同台过 这其实是2016年4月还没就职的 蔡英文出席宗校活动 对于绿营的同台标准 黄国昌也怒枪 他们用一个 我去帮蔡壁炉拉票的照片放一张 颜宽恒去帮蔡壁炉拉票的照片放一张 然后把两张这样批在一起 然后说我跟颜宽恒同台 来看到的是新党立委候选人游志斌 他在今天爆料 在10月上旬的时候 有基隆的海关人员 他想要击查货柜 所以在货柜上贴了封条 但是这个货柜上的封条 居然在开柜的前一晚 遭到撕毁 导致三箱的货物通通都被载走 而现在游志斌也出面指控 他说这一个幕后的主使者呢 就是罗文贾的二哥 也就是这个民进党前秘书长 罗文贾的二哥 基隆关机洞集合组的组长 罗文贞 他认为他这是在吃案跟压案 但是呢官务署现在说了 这个经过了解之后跟事实不符 比录灯载的是15件 实际上近来18件 这其中三件 到底是枪支 还是毒品 货柜里吃弹药还是毒品 新党立委参选人游志斌踢爆 10月上旬有官务人员通风报信 多出来的这三件 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海关的人员撕开封条 居然被截走 拿着手板指正利利到回10月2日 阳明海运唱名轮这箱货柜 被运到基隆之后 基隆队的球星队员游信客长 察觉有点可疑 隔天想要开跪击查 却发现封条遭剪断 调一件之后 发现里头有三箱物品 已经被运离 队员想要再查下去 却让自己被调到南部去 而背后指使的人 还被指跟他有关系 民进党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各种不同意见 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主张 整个基隆海关 由民进党罗文家的二哥 所把持 整个基隆海关烂掉了 你们知道吗 连他的下属 要追查海关的走私案 都被罗文贞 这个恶劣的民进党高官 给以调职 指示原定要献身说法的当事人 并未献身 而财政部官务署 跟主则的基隆关了解之后 表示爆料内容与实情并不一致 TV表演追踪结尾 台北有道 来看到板朝东区的立委选举 现在是要争取连任的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呢 就揭露了国民党立委候选人 叶元芝 他从今年开始已经揭了 565个节目通告 说他已经赚了超过280万元 批评叶元芝是 通告一人 而面对绿营种种质疑 国民党在今天 也成立了所谓的PK小组 就是要诉求打贪揭币 下站帖 PK小组启动 宣誓PK小组成立 由党主席亲自领军 中途大选关键棋 来迎主轴打贪揭币 我们这个PK团队不怕告 曾文燦对外讲说 告我三次 没有一次成功 奉劝民进党 你告一次 我们就讲一次 对准绿营下手 选战最后几周 将以蓝绿对决为主轴 出把目标锁定总统 明天网站 无情真实的未来预测 就以2024总统得票率 推估113期 立愿版图 其中国民党有望拿下56席 民进党47席 民众党8席 5党2席 也就是说蓝营距离 国会过半就差一席 还是有一些选区是 属于这个紧绷的 大概有15个选区 那这15席 如果我们能够选得 很顺利的话 我们甚至能够 努力地达到我们单独过半 但是我们会非常谨慎 小心地来面对 根据蓝营内参民调 过半不是喊喊而已 但现在却有自家小鸡被质疑 狂上节目不去咨询 这段时间 盘调电视幕上 他上了多少次的电视通告 151次 一定一个通告为5000块的话 565场到上个礼拜为止 他已经入账282位 这问证是议会记者公认 非常有内容的 民进党的民代言很多是这样 我们也没有去这样子 扣人家帽子 罗智政如果那么喜欢扣帽子 我就问他 他一当立委就外遇 就跑到领口的摩铁 请问他是不是 主业是摩铁代言人 被止通告 来了就接 叶远之反空 罗智政代言摩铁 短冰箱接 互喷口水 是选举最现实的一面 TVL观众聚会 台表导 好我们来看到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他听到这一个民进党的对手 赖清德说他自己在当市长的时候 弊案比侯科都还要少 柯文哲当场就直接念出一大堆绿营的弊案 说要帮赖清德复习 而且足返不及被载 但我们知道说民众党的柯英配 今天再度抛出了金融的政策 而柯文哲更是炮打蓝绿 说他们的青年房贷政策 通通都搞错方向了 蓝绿各打五十大板 民众党柯英配谈金融政策 柯文哲担任攻击手 在奉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 称跟柯侯市长时期比弊案 自己不但经得起考验 而且该办就办 来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 光电 炉渣 88枪 一口气念着一长串 到底谁市长任内弊案多 柯文哲让大家评评理 还有赖清德万里老家为建制机没拆 被人在Google地图标记成赖皮疗 你现在马上上Google地图标记赖清德 再去老家我就看到那个血带皮疗了 不过这已经变成打卡的景点了 对我国的观光事业又多了一个新的景点了 柯文哲讲得酸但既然主打气蓝绿 可不能只骂赖清德 日前指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说若当选上任 一年内没推动内阁制就请辞 形同落跑 遭反批不厚道 柯文哲再反击 被人家抓到了 他就说这个做人不厚道 他中管董事长什么时候辞掉 难道是非对错你不知道吗 都提出了具体的主张 西装上的会章别的太上面 吴欣盈贴新邦调整 这一次不止KP 旁边还多了个小国旗 有声蓝社团粉专要喊粉们别被骗 因为柯文哲是要来抢蓝营选票 台湾跟国旗不是谁专属 柯文哲再抢两大党 要在蓝绿假沙下闯出一条活路 来看到的是苗栗的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曾文学 他日前指控他的对手邱正军 名下的大楼是当地的治安热点 而再次又开记者会质疑 邱正军从2014年在参选议员的时候 就跟统促党以及张安乐 关系非常的密切 质疑他是披着蓝皮的白狼小弟 而对此邱正军的阵营则是表示 这是对手胡乱连结 曾文学修出照片指控竞选对手邱正军 2014年选议员开始就和统促党关系密切 中担赵安乐不但曾在脸书公开推荐 甚至海盗苗栗跟他站台合照 赵安乐都在2014年的时候 公开的推荐邱正军 所以邱正军2014年虽然挂着 五党籍参选现议员 但很明显的看到红统势力 在2014年就已经开始插手苗栗了 曾文学指控邱正军当时虽然挂名 五党籍但根本就是统促党 在苗栗的代理人 也曾在脸书上推荐统促党 不分区名单支持张安乐 要进立法院 曾文学说统促党过去历届选战 都在苗栗推出候选人 唯独2024年没有推派 暗指邱正军遭就被红统渗透 是披着蓝皮的白狼子弟兵 守护治安的化身 但对不起 现在侯友宜跟朱立伦这两位 他们在苗栗推荐的提名的 就是一个张安乐的小弟 对手邱正军阵营 也在记者会后前往派出所提告 但告的内容是15号 曾文学指控记者会现场 有全身酒味 还嚼着冰狼的黑衣人盯场 是散播不实言论 但是对于指控是白狼小弟的部分 总部说这是胡乱连结 不会随之其物 相关指控一律就由警方处理 而统促党目前尚未取得相关回应 TV新闻 借骨金苗栗采访报道 在台中乌日环河路的上午上班的时段 发生了六车连环状的意外 有一台货车就直接撞进 正在停等红灯的车阵当中 而据了解这个造势的货车驾驶就说了 它是因为刹车失灵 所以才会在下坡的路段 失控冲撞也造成裂环车祸 路口车辆正在停等红灯 突然一台货车没有刹车往前冲撞 根本来不及闪 现场撞成一团冒出大量的烟尘 造势货车跨越分隔岛后才停了下来 车祸意外就发生在台中 五日环河路上 早上八点多正值上班时段 车流量大 没想到出现一台货车 直接撞进正在停等红灯的车阵中 造成五台汽车毁损 事后现场车辆撞在一起 一台黑色休旅车被挤上分隔岛 造势货车也卡在上面 现场一片狼藉 所有遭撞的车辆车窗玻璃 统统破裂 车壳碎片四散一地 冲击力道太大 车体也都出现了凹陷毁损的情况 走进整起意外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不过上班途中遇上意外 也让所有遭搏击的驾驶超无奈 只能够站在路中 等待警方到场处理 把车辆移开 各车驾驶乘客 与50翁1记录 前案运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调查处理 根据了解52岁的流姓 造势驾驶工程 当时刹车失灵 才会在下坡路乱酿货 而相关的照则归属 警方还要再进一步厘清 不过造成六车连环状 赔偿维修费的部分 造势驾驶恐怕荷包不保 DVPA新闻 成熟前辆反映台中采访报道 好来看到有一名黑胶唱片的业务员 他开车要去找客户 结果没想到 却被逆向的警车给冲撞 当下他没有办法动弹 而事后远警也坦诚 是因为谎神才会造势 警方强调会负全责 如果初步判断 的确是有造势责任的话 那么造势的远警也会被处分 绿灯亮起 驾驶往前行驶 只是才没几秒钟 对象一辆警车开始偏移 越过双黄线 完全没有减速 直接往车头大力撞上去 玻璃瞬间碎裂 引擎盖也被掀起来 但警车还是继续往前开 推行了一下才停下来 车子也冒出阵阵白烟 黑色休旅车引擎盖溃缩 车辆破裂 保险杆也掉了地上满是零件碎片 巡逻车则是严重凹陷 水箱破掉流了满地 可见撞击力道相当大 驾驶响都没想过 出门会发生车祸 而对方还是警察 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警察会转过来 我们都已经有按喇叭了 但是他还是转上来 转到之后他没有停下来 油门还是一直在踩 我在想他应该已经失去那种意识了 因为他好像安全去讲都爆开 13号中午12点多 在台北市内湖新明路上 54岁的许信远警 处理完车祸要回分队 途中突然恍神才会开到对象车道 这一状肋骨断裂 也造成驾驶脚步及颈部磋伤 驾驶每周得回医院复诊 现在只能带着警圈工作 膝盖还有伤痕 四年前花了一百八十万买的车 如今车头却被撞烂 目前还停在原厂维修 只能租车代步 但这些医疗费跟维修费该怎么办 本分队远警具有造折 那将由保险理赔后续的车损 那我们本分队也会积极的来协助这块 这起车祸远警将负起全责 虽然是个人因素酿货 但赔偿费用还是会有保险权额负担 只是好好开在路上 却非来恨货被警察对撞 驾驶下坏了 辛勤人难以平复 TVS王金睿素佩宇台北赛粉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 全台知名的匿名社群D-Car 他们在11月3号 还有12月18号的时候 两度遭到警方的搜索 那那么为什么会被搜索呢 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传出 当中有会员疑似涉及了刑案 而且有上百件的不法案件 警方陆陆续续都有接到 诈骗 妨害名誉 恐吓 还有儿少法的报案 但是呢 在11月3号的时候 检警拿着搜索票要搜索的时候 D-Car呢本来就是以匿名为卖点 他们就以保障言论自由 拒绝给会员的资料 这也让检警非常生气 认为D-Car是用隐私权 结果其实是在保护不法 那么现在D-Car也发表声明 他们回应说 一切都是依循法律的规范 也会在隐私跟配合调查之间 找到品肯 一早就有两名园警 带着搜索票 前往国内知名社群平台 D-Car的总部搜索 当时D-Car的法务人员 更一度被警方带走 早在11月初 D-Car总部就被刑事局 持票搜索过 最后查出诈骗情人成员 匿名发文 目的是收集学生存折 当诈骗人头 周刊报导D-Car的会员 涉及刑案超过百件 包括诈骗 妨害名誉 恐吓及张天未成年色情图片等等 其中又以妨害名誉案件最多 但D-Car多次以隐私为由 还搬出大法官视线 说要保障言论自由 拒绝警方调阅资料 D-Car却不了检警 原警发公文要求夺取资料 过了一个多月都还不给 我拿着保障隐私权的令件 当户身符 形同纵容这些诈骗集团 在社群内犯罪 对此D-Car回应 努力保障用户 资讯隐私权前提下 会协助执法机关正办案件 在执法机关案流程 揭示必要文件 皆有配合提供 执法机关相对应的资料 常有诈骗案的平台当中 脸书和IG的Meta和Google 都已经和警方建立窗口 Meta只要符合 14类的犯罪行为 就会协助 Google则是要有搜索票 发函也是一个月就回复 但发函至D-Car 从不理会警方 只能持搜索票 到现场调阅资料 多年前 中场蔡英文 就曾前往D-Car总部参观 执行长就曾强调 平台最注重用户隐私 能够匿名发文 公审猎物恶意加倍 但把隐私当成卖点 也正好成为犯罪者 最好利用的一点 台中有一名高职的学生 他因为上课迟到 所以遭到校安人员要登记 双方发声口角 这名学生在争执的过程中 甚至脱口而出 爸爸是里长 认识每一家记者 这一切都被旁边的学生记录下来 双方你一言我一句 学生越讲情绪越激动 脱口而出这番话 记者来一下 我论识 我论识 自称爸爸是里长 还说每一家记者都认识 这段画面被其他同学拍下来 po上网呛 学生会会长早上升起迟到 还敢跟校安大声 在网路上引起讨论 我的情绪也确实有不对的地方 这也会在此的道歉 实际找到影片中迟到的学生 陈同学 对当天的口气和情绪道歉 他的身份确实是学生会会长 爸爸也确实是台中南屯区 某里长 发生这件事后 陈同学的爸爸也告诫他 下不为例 但他澄清 当天不是因为迟到 不想被登记 而是想要争取这件事 想要学校重视取消升起的规定 让住的比较远的同学 没有负担 像他自己住南屯 学校在东区台中路每天要花一到两个小时通勤 不过虽然承认当天情绪太激动 但针对校安人员的态度 他不会道歉 因为我一开始的语气是相当温和 但是校安人员的语气使用命令式的 校方补充 迟到登记是为了知道孩子有到校 做个记录并不会处罚 升起也已经从每天举行 缩减成一周一次 学生会的诉求也都有定期会议讨论 只是学生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人争辩 引发误会 TVM宣将军 N微星台中报道 华航CI-117班级原定在昨天晚上8点 要从日本的福岗起飞回台 但是登记的时间不断的往后延 直到晚上9点多才临时宣布 飞机接物状况有问题 所以停飞 不过这也让旅客抱怨恋恋 地勤将祝欠小礼物送到旅客手中 里面装着 延期证明巧克力一一解释 接下来补出手续 希望大家能够消消气 晚了将近一天回台 心情上多少受到影响 其实我觉得他们可以再早一点 让大家知道就可以早一点 赶快去饮饭店 还有老师带着学生担心大家饿坏 又出去觅食 飞机故障当然可以理解 有人举控华航反应慢半拍 忍不住炮轰硬变能力 真的有够差 原来华航CI-117班级 表定十七号晚间八点三十五分 由日本福岡飞回台北 到了八点十分 登机时间不断延后 两百六十七名旅客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日方地情紧急宣布 飞机不飞了改为十八号 下午两点回台 当下示威众英文不通的地情出面 搞得一团乱 从出关找到下榻饭店休息 已经深夜了 而且那饭店的位置很远 我们到饭店的时候都已经超过晚上一点多了 然后再加上大家都没吃晚餐 荒岸方面回应CI-117班机飞机机 系统异常 进入航机修剪程序 当下立刻安排交通住宿问题 也对自行处理的旅客 会给予相关补偿 而美方补助最高为三万日元 相当于六千六台币 以及车资残废等等 即便事后补偿做好做满 毕竟不少人隔天行程 也全都受到影响 航空公司应变能力恐怕得 再加把劲一面招来抱怨 即使工会在今天早上 来到交通部前抗议长荣航空 十年来不加薪 还有人力流失的问题 要求交通部出面解决 也宣布要在这周五 发起罢工投票 高举手板大声喊口号 即使工会来交通部前 抗议长荣航空 十年没调薪 算上通膨 相当于减薪百分之十 工会也将在二十二号周五 举行为期两周的罢工投票 在一月五号公布投票结果 和罢工时间 到时候时间临近一月十三 总统大选 不排除影响投票日航班 工会内部的理事会 我们会在另外召开会议决定 接下来的罢工的手段 工会指控以有资历的政机长来说 新宇航空一个月约四十一万 华航三十八万 长荣三十五万 长荣和新宇相差百分之二十 工会也说长荣持续用 非法中介招聘外籍机师 本国籍机师已经流失超过百位 身为一个国际航空公司 是这样的一个经营态度 我觉得交通部也应该要出手 长荣航空发出声明 严正博斥 以2015晋升机长之飞行员为例 2023年月新调整近十万 批评工会断章取义手法 混淆视听实属荒谬 更说除备机师人力 今年已经引进一百二十名机师 继续面对检讨地安公安事件 机师工会罢工扭曲事实的做法 让长荣航空无法认同 民航局在进行努力的当中 当然劳动部也在进行劳资协议 近日豪勤工会也发出动员 从12月31日开始停止加班 恐怕冲启元旦航班 豪勤工司则说 沟通的门还没关 人力有效调度 不会影响元旦航班 特别新闻 什么也曾任台北财富报道 台北捷御月台上面的指标 有的站一共有中文 英文 日文 韩文 一共四种文字 但是四个语言系统排版 没有统一 而且统一站不同线 月台标示也不一样 外国观光客也觉得 这样不是很清楚 在捷运台北市站月台 抬头看站名指标版面 左上角有小小的英文代码和编号 中文字下面是英文 左下是日文汉字 右下是韩文 共有四国语言 来到中校复兴的板南线月台 也是一样的排列 但中校复兴的文胡线月台 一看排序就不同 最左边是编码代号 中间是中文字 右边上面是英文 日文汉字和韩文 则是在右下 也有热爱国内铁道资讯的 脸书粉专拍照分享 四语站名有四种呈现方法 有的是左右 有的是上下 日文 韩文 英文 排列也不同 英文字太小了 外国 我们外国游客来 第一所看到的就是英文字 有点乱 应该同意 怎么说 应该排好来一点 有一个标准比较好 原来现在站名指标版面 参差不齐是过渡期 北杰说今年八月底 第一阶段先完成21站 四国语言指标 不过第二阶段友善失智 和高龄年长者 又将排版方式修正 来到国父纪念馆站 就能看到最终定案板 最左侧代码数字 比例变大 各国语言排序也会统一 改成中文在最上面 再来是英文 左下是日文 右下是韩文 二这个是阿赖巴的意义 就这样子外国人 就可能比较困难 四种语言能奉务不同国家旅客 不顾版面怎么排 怎样才能让旅客更便利 也承考两关键 特别新闻 全文在早上 台北采访报道 T1直栏台皮云豹 今天宣布表定卡森斯 正式加谋 预计明年1月中来台 披上新战袍 前NBA球星表弟卡森斯 正式加入T1台皮云豹队 你好 比较猛者 感兴趣来帮你 来帮你表演 来帮我去比赛 见你 迟出8秒问候 台湾绸迷的短片 绸团IG也特地po文 欢迎新血加入 不过大家也好奇 他的天价薪资 我是希望条件 再给他多一些 让他可以更用力的 去把战绩 跟他的实力体现出来 瑞宁邻国价码来算 10天400万 一个月下来 也有1200万元入带 今年33岁的表弟 曾带领美国队 夺得金牌 被运员NBA史上 得分最全面的中锋之一 而他价码惊人之外 传出对住宿也有要求 Carson他就比较喜欢 是找休息 然后去练球 所以他问了我的问题 就是离练球地方多远 每天练几个小时 然后住的品质好不好 有没有上哪 他就是 就是会要舒缓的那种 卡森斯预计陪佳人 跨完年之后 1月中抵达台湾 将会在云豹桃园巨弹赌场亮相 如果人还没来台 就已经有不少代言找上门 而同样找前NBA球星换血的 还有PLG高雄钢铁人队 千夏前NBA榜眼球员塔币 拥有221公分 堪称铜墙铁币的升高优势 要为钢铁人禁区注入墙星砖 TBS新闻南部重要报导